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文艺复兴有三大巨匠 那我们看到拉斐尔和达芬奇是不是都是画家呀 至少是以画家而著称 虽然说达芬奇也有雕塑作品 可是呢他的绘画作品会更多 但是呢米开朗基罗当他自称自己只是一名雕塑家 所以这样呢他同时就得罪了 在文艺复兴此期另外的两位最著名的画家 所以这样呢就导致呢他其实呢树敌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呢画画的人比搞雕塑的人要多一些 而且呢包括所以当时的很多的绘画家呢 绘画大师们实际上就和米开朗基罗的关系就绝对不好 而且米开朗基罗呢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 他非常的真实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 他对他所有的瞧不起和不屑 所有的东西呢他全部写在他的脸上 而且米开朗基罗自己呢 其实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给大家看到有他的头像油画头像 其实米开朗基罗其实长相不是很好看 他自认为自己呢长相丑陋 但是呢又说话太耿直 所以呢就得罪很多人 或者导致他其实有一个鼻梁就曾经被打断 然后也就是因为说话实在是太不中听了啊 鼻梁都被打断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一幅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创世纪壁画 创世纪呢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旁边 有一个小教堂叫做西斯廷教堂 然后西斯廷教堂呢虽然很小 但是呢他是当时的主教 自己个人使用的一个私人的小教堂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教堂 他这个教堂的位置就非常重要 就是地位很高 因为是子宫教堂使用的 后来在这个当时呢就流行一种用绘画 来装饰天顶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当时因为是教堂所用的教堂 很多的画家们呢 一方面呢 他们很争先恐后的想去画这个位置 但是呢又另一方面呢 有米开朗基罗的敌人呢 就故意比方说像拉斐尔啊 以及像布拉曼特是建筑师 然后呢 他们就故意在教堂面前说 那米开朗基罗他的雕塑做得这么好 他这么有名 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让他来画这个作品 后来教皇一听哎对呀 哎教皇其实也很欣赏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所以教皇呢就会要求米开朗基罗来画画 结果米开朗基罗呢 这认为就是他的 这是他的人生大辱词词词之辱 他说我是雕塑家 我怎么能画画 据说啊 在意识上资料里面就有好几个关于这样的故事 有的呢 说米开朗基罗就半夜逃跑了 然后就准备逃回佛罗伦萨城 因为这个教堂的位置是在罗马 好 结果呢教皇听到以后就很生气 说啊你居然敢 连我交给你的任务 你就敢拒绝 然后教皇就派人去追他 然后把钱给到他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要么拿了钱回来画画 你要么你这辈子你都别想画画了 或者你别想搞雕塑了 而教皇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啊 教皇是当时甚至是比当时的国王的权力还要大的 这样的一个地位 好 还一个桥段呢 其实我听到以后更感人 据说呢米开朗基罗就逃到了当时在这个 这个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 然后在那边呢 就是离教皇比较远嘛 离罗马比较远 罗马是意大利靠南的位置 结果呢教皇就为了让米开朗基罗 就为了逼迫米开朗基罗来画画 教皇就去攻打派军队 去攻打那个小城 就是米开朗基罗躲的那个位置 然后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居然在历史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了教皇为了得到一个画家来为他画画 居然会发动了一场战争 然后最后呢是把米开朗基罗带到了教皇面前 因为教皇一定可以打赢这个战争 米开朗基罗带到教皇面前的时候呢 所有人都会旁边就责骂米开朗基罗 意思是说教皇给你任务 你居然敢不接 然后米开朗基罗就不作声 而且他们让米开朗基罗跪 米开朗基罗也不下跪 然后教皇当时就让旁边的人全部退开 然后据说房间里只剩他和米开朗基罗 然后教皇就一声叹息 然后就扶起米开朗基罗 也可能米开朗基罗是坐在椅子上 然后米开朗基罗这个时候 就没有办法做了一个退让 米开朗基罗就说 如果你想名流轻屎 你就把你的陵墓交给我来设计 实际上他知道 这绝对会是可以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 而且是非常壮观的这样一个陵墓设计 然后教皇就答应了 所以这样他们两个才相当于是 就像米开朗基罗通过这个 得到了一个巨大的作品的一个委任 然后这样他就来迫不得已 还是被逼的状态 然后他画了创世纪笔画 结果这幅画虽然是被逼所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米开朗基罗在他 刚才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头衔里面 他有诗人 就是在他的日记 以及和很多友人的这个书信往来里面 他有非常非常棒的诗作 然后通过他的这个诗作里面的描绘 我们可以知道米开朗基罗当时的一些状态 然后呢结果在1508年 我记得是5月10号那一天 他是这样写到的 他说1508年5月10号 我米开朗基罗雕塑家 开始做西斯廷教堂笔画 实际上他是非常屈辱的 他觉得我还是雕塑家 他强调我是雕塑家 我不是画家 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创世纪这个壁画 我们说虽然这幅画作 我们看一下这幅作品一打出来 其实大家会感觉到非常宏大 然后这幅作品呢 虽然是在一个被逼迫的状态之下做成的 但是呢现在也成了米开朗基罗 所有的绘画作品里面 是最为出色的这样的一幅 然后这幅作品呢 就画在整个西斯廷教堂的那个天顶 天花板上 我们看啊 他分了很多幅 因为天花板它不是一块平面 天花板本身就有建筑的结构 大家看到这些地方都是什么柱子呀 然后装饰啊等等 所以就依托了这样的一些分割 这样使整个画面呢 就分割成了几个主要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主题的小块的画面 然后这些中间的小块画面呢 就一共有九幅 然后这九幅是什么主题 大家看一下啊 它是因为它名字叫做创世纪 就表现的是圣经故事当中所记载着 神如何创造了人类的 就整个 其实这个题材很宏大 人类创造的 整个世界被创造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分了三个主题 神的寂寞 创造人类 以及洪水 所以大家看到 第一个主题 神英文很寂寞 所以他就创造一个世界玩一下 然后又觉得他还是寂寞呢 光有世界不行 还要有人 所以说第二个呢 就是创造了人类 亚当和夏娃 结果呢 创造人类以后呢 人类又惹出了一些祸端 比方说原始罪恶 从原始罪恶开始呢 那么人类呢 就好像一直因为这个罪恶 就犯了很多很多的事 然后最后呢 又惹入了上帝 结果上帝呢 就开始 最后第三个就发洪水 然后又淹没 或者说是毁灭了 他自己创造的 新手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 这整个的创世纪 就是从世界的创造 到世界的毁灭 但是世界的毁灭的最后呢 其实还是留了一个尾巴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是 诺亚的方舟 诺亚的献祭和诺亚最久 那么实际上上帝呢 就没有完完全全的毁灭 实际上像给人类的生存 还是开了一个后门 也就是让诺亚呢 把这个动植物呀 人类呀 就是各者男女雌雄啊 一对 然后呢 在诺亚方舟的幸存下来 然后最后诺亚方舟 又继续繁衍 然后又有新的人类的诞生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循环 轮回 很多的主题在这里面 好 在这个创世纪壁画的 主要的这个创作里面呢 有几幅非常著名 让大家看一下 最有名的可能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幅 叫做神创造亚当 然后这幅作品 其实在走进课堂之前的时候 我们有稍微涉及到一点 我们在讲人的触碰的时候 我们在讲那个身体无感的时候 接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个 这个触碰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它像一个信号一样 就是人类的力量的获得 我们说人类被神创造出来以后 就第一个人亚当 被神创造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亚当其实身强体健 很健壮 但是呢 它其实软弱无力 我们看下一张放大图 好 我们看这个放大图 那么亚当被创造出来以后 看上去好像肌肉健硕 很有力量 好 但是呢 我们从他的手的 往下垂的这个姿势 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是无力的 然后神呢 从远处飞来 当他的手即将接触的时候 就会人类第一个男人 他就充满了力量 所以相当于人的智慧 人的力量 所有这些呢 都是神所赋予的 所以神才是那个最伟大的创造 然后这里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小细节 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会看到神从远处飞来 我们看到神的身躯 也确实是 也很健确 虽然他年龄比较大 我们看上去是一个老者 然后包括他的胡须 包括他的眼神 然后包括他的身形 他也是充满力量 很健确的 很坚定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看到围绕着他的呢 是不是这些 很可爱的小声音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小声音 我们看这个小声音 这个小声音 他虽然长着一个婴儿的脸 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身体 我们看一下他身体 你看一下他身体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小声音 似乎像炼了健美一样 他甚至是肌肉发达的 按说一般来说 小声音应该不会有这么结实的肌肉 他应该是肥肥的 然后肥嘟嘟的 泡泡的那个肉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小婴儿都好像练了健美 也充满了力量 当然你可以说 因为他是圣婴啊 可是呢 他是米开朗基罗画的 米开朗基罗画的圣婴呢 别人不这么画圣婴的 别人就会把它画成 弱嘟嘟的可爱的小声音 所以我们会看到 米开朗基罗 他其实是不放过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 不管是亚当第一个人类男人 还是前面我们看到的英雄大卫 然后以及神的创造 然后包括小声音 然后呢 还其实我说还包括女人 我们看这一幅 这幅呢叫做酷迈的女先知 在创世纪壁画里面呢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中间的主图 然后再踩下的三角部位 以及副图的部位呢 他就画了一些先知啊 等等啊 也是圣经当中记载的 非常重要的人物 好 结果这一个我们看一下 酷迈的女先知啊 我们看看这个女先知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女的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胸部 是不是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好 确实他是女的 可是你看看他的这一只胳膊 极为健壮 极为粗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脸 你觉得这个脸 像一个女人的脸吗 好 然后对比 我们再看一下旁边的这一副 裸体青脸 相比而言 这个裸体青脸反而显得瘦学一些 当然这是对比对吧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 米开朗基罗 他是不放过男人 不放过女人 也不放过小婴孩 就所有他笔下的人物 都会他利用过来 来表现他的英雄主义 以及人的力量的烹发 以及人的激情 所以这是贯穿在所有 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当中 也就是不管是 雕塑作品也好 也不管是绘画作品也好 都有这样的表现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艺术理想是非常鲜明的 就像他这个人的性格一样的 他是爱政分明 敌我分明的 好 我们看这一副 这是米开朗基罗自己写的一首诗 然后我选择的是富雷翻译的版本 然后这首诗呢 其实就是在创世纪壁画画完以后 米开朗基罗呢 他极具个性的在于呢 他在很屈辱和勉强的情况下 答应了教皇来画创世纪壁画 可是呢 当他进入到西斯廷教堂的时候 教皇为他派了两个助手 然后也帮他搭了脚手架 然后米开朗基罗一看 全部不要 脚手架拆掉 助手辞掉 因为米开朗基罗的个性 他没有办法和任何人合作 然后他自己搭脚手架 然后自己每天就爬上去 然后其实包括颜料也是自己调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画呢 是画的天花板 所以他不能够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最后的晚餐 我们说壁画 它是一个垂直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比方说达芬奇画 也画了四年 可是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四年 就绝对和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四年 就没有办法相比 因为米开朗基罗每天就要躺在脚手架 然后呢 把头仰着 就这样躺在上面画 所以这样画完以后呢 米开朗基罗对他的 当时三十多岁 对他的身体 这四年当中摧产非常大 米开朗基罗甚至很长一段时间 就拿着书信 他都要这样看 就拿着头顶上看 就他的 对他的颈椎脊柱 都有极大的损伤 然后他自嘲地写了这首诗 就描绘他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他说 他说我的胡须朝向天 我的脑袋弯向尖 画笔上低下的颜色 在我脸上形成复利的图案 我的脸看不清道路 只能摸索向前 前身的皮肉拉长 背后的皮肉缩短 像是弓 绷上了弦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是 傅磊所翻译的这个版本 然后积压运 然后那个意味也在里面 所以从这个状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米开朗基罗他非常的孤独 那么他的孤独 不仅仅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 他在一个 就像长跑者 他自己和自己比赛 但是他的外部环境很恶劣 然后他有树敌无树 然后和教皇的关系呢 就是教皇对他又钦佩 又无奈 然后又要利用他 然后但是呢 又其实不是很尊重他 因为创世纪壁画 画了四年 实在太长时间了 然后教皇呢 就等着那个教堂 要开业典礼 要对外 要使用 结果呢 每次教皇来 然后问米开朗基罗 说你什么时候可以画完 米开朗基罗说 等我能够画完的时候 就他永远不给他一个 这个时间 就没有一个最后的那个DDL 然后呢 最后教皇就很生气的 拿了鞭子过来了 教皇说 你再不从教皇之下下来 我就要来抽你了 就是我把你抽下来 然后做米开朗基罗就没有办法 就这样创世纪壁画材 最后教稿 所以按照米开朗基罗的 自己的这个理想 可能这些画他永远都画不完 因为实在是太大了 太巨大的天地 就他一个人 所以大家看这四年当中他非常非常艰辛 所以米开朗基罗所面对的这个外部环境也很恶劣 所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所以米开朗基罗曾经说 他说我是在敌对的状态下成长的 我的艺术是在敌对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 所以米开朗基罗 罗曼·罗兰会形容米开朗基罗是神圣而痛苦的一生 也就是他一生在不断的斗争 和外部环境和人 然后和他自己 是这样一个状态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堂课我会给大家介绍 还是绘画作品 而且同样在西四经教堂 但是同样也享福声明的壁画 也就是最后的审判 好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